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N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气光出版的一本新书 作者是董威延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登一座人文的山》 在序言里面 董威延他又特别追索了 他自己跟登山践行活动的关系 以及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刺激 想要来写这本书 那又写成了一本什么样的书 他开头说 每一个人和山的缘分不尽相同 山顶只有一个 人的故事却有无限多个 更不要说台湾还是世界上三元密度 数一数二的山之岛呢 然后他就回想 他曾经询问过他的母亲 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爬山 他说大学的时候 有走过五六年级生都知道的西阿众众 这是他母亲的那个世代 不过他的母亲却是被骗上去的 实际上他妈妈去登山的时候 一来毫无经验 二来毫无装备 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跌跌撞撞 那董威延听起来 开始怀疑说 当时邀请他的登山社的学长 应该是别有用心吧 总之 他的妈妈 当年追求者众 但是个性出奇的固执 在西阿众众的全城 不愿接受任何的帮助 他接着呢 当然半开玩笑的说 要不然我爸 可能就换人当了 也说不定 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同样的故事 放在现在的社交网络上 那么这一位 邀请他妈妈去登山的学长 应该会被批得体无完肤吧 因为他不考虑新手的安慰 那万一出了三难 应该要如何交代呢 这就回到了 那个年代的流行的气氛 登山进行活动 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 非常的流行 社团发展 风起云有 不过等到董威延 他自己读大学的时候 那事局变得很不一样了 他刚升入大二的时候 偶尔经过学生社团的联合招募活动 看到了一幅让他驻足向往不移的 登山社的海报 那就是几个背着大背包的人 曾单一众队走在蓝天白云之下 广阔草原之上 下方的广告词 依稀记得是 我们在画里面行走 但是呢 一方面他考虑到自己戏上 繁重的学业 还有呢 他热爱的篮球 当下并没有回应山的呼唤 转身离去 更重要的是 这个画面 他所看到的 登山社的那个摊位 空无一人 桌面上呢 摆了一张 只有几个人签名 表示有兴趣的表格 另外还有一只 缺了笔盖的原子病 等到大学毕业了之后 进入社会工作了几年之后 董威延一来呢 因为稳定的生活 感觉到无聊 二来受到当时 曾经一度流行的 叫做台湾人一生 一定要做的三件事 其中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登上御山上 受到那样的一种影响跟感召 让他再压抑不了冲动 不过他面临的情况 跟他妈妈的时代 当然很不一样 他的亲朋好友 没有一个人在登山 网络上找到的 都是这些商业的队伍 那也没有认证 国家公园跟联务局的网站上 也绝口绝对不提 这些商业领队 他们安排登山的 这种业者的资讯 所以一个团 到底是好是坏 你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耐心的爬稳 还不保证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资讯 他就选择了 当时看起来规模很大的 一家商业向导公司 等待了整整的一年 为什么要等一年呢 因为要抽排云算庄的铺位 到2015年一月 一个冰冷清朗的早晨 他终于登上了台湾第一高峰 玉山 这整趟 从山下到上山的心理路程 让董卫言 他说 开了眼界 一来 台湾的山真是太美了 第二 竟然抽签等了一年 才能够上来 第三 为什么登山的伙伴这么难找 第四呢 那就是 他的人生第一次登百岳 在这件事情上 他当然是个菜鸟 可是在途中 意外受到指派 担任了鸭队 走在最后面的临时向导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客户人数众多 大多数都没有在三千公尺以上登山 以至于要登顶的时候状况百出 不只是队伍越拉越长 而且也有部分的团员 头晕 在路边 倒吐 还有一位先生 因为背了太重的摄影器材 想要好好的到山顶上拍照 你自己走不动 所以呢 一个想导 只好去跟着这位先生走 总共有三十多个人 有三个向导 但到后来 分裂成为很多不一样的小队 只有一位向导在前面带路 其他两位呢 忙着照顾落队的客户 因此就只好拜托他 应该是看他身强力壮吧 让他在最后面压队 他在队尾目睹了这一切 心里面一半是哭笑不得 另外一半则是担心 自己是不是能够赶在 日出前登顶啊 因为他走在最后面 幸好最终压线通过 顺利观赏到云海上日出的壮阔 场面 但是排队跟祖风 拾杯拍照的过程 因为要等很久 所以呢 冷得一直打哆嗦 回到家里之后 董威延开始思索 这一切的现象是从何而来的 还有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他一样 碰上了一模一样的状况呢 心里暂时没有任何的答案 但就像登山一样 随着燃起了对山的热爱 足迹逐渐遍布各地的山境不倒 遇上了形形色色的人 听到了千几百块的故事 浏览了无数网络上反复的争论 稳步爬升至于独山 独人和独立史 所见到的风景 也就越来越宽了 所以他这本书要讲山 可是呢 他要溯源地讲山 而且讲到很古远 到底人跟山之间的关系 多古远呢 我们看到他从十七世纪开始讲起 三丰在西方十七世纪初起呢 其实被描述得非常的丑 就像是地表上面 就像是人身上的油啦 面泡啦 水泡等等 不过到了十七世纪末 就开始有了重大的转变 他引用了Thomas Bennett 这位神学家 他在1648年出版的 叫做《地球神圣理论》 另外呢 有John Ray 在随后几年 1691年出版了 《上帝智慧彰显于创造大功》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指引人 从欣赏大地 了解大地之神庙 来认识神 来崇拜神 所以呢 他们用了神学跟地理学 双重的知识 来推论群山 应该是上帝的创作 上帝的杰作 所以不可以等线世纪 启蒙时代的另外一个产物 是自然神论的搭档 那就是美学重新定义 尤其是荒野环境 这过去是威胁 是丑陋 应该被克服 应该被征服 或者是更常 应该要被躲避的环境 这个时候 人换了不同的眼光 换了不同的感受 就体会到荒野的壮美 subline 那样的一种感受 哲学家康德 他在1764年 他写了 优美和壮美感情的观察 在这本书里面 他重新定义了 自然的美学 使得以往被认为 全无可取的山峰 荒漠 风暴 黑夜 这个时候都被强调凸显 有那种震撼人心的 壮美的特质 而物理的定律 又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 有作用力 必有反作用力 无限乐观的理性 是由它的限制的 所以从18世纪 一方面有浪漫主义的潮流 另外一方面有工业革命 对当时西方社会 产生巨大的冲击 相对于纯粹理性的 启蒙时代来说 重视个人 主观 感性 想象 自发 情绪 这样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潮流 就变成了荒野跟登山运动的贵人 这个道理很浅显易懂 因为用道理跟数据说明 登山之好处 往往徒劳务功 但是诗篇散文 甚至用音乐作品来表现 对于大自然的感动 可以让许许多多人 莫名而至 这有强烈的感染的力量 另外还有重大的历史事件 那就是工业革命 如果没有工业革命 也不会形成这样 欣赏自然的思潮 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 人类的文明 只局限于小型分散的农业村镇 但是随着源自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带来了能够大量生产的新型的机械 工厂逐渐在各地林立 吸引了无数乡间劳动人口 前往工作 就形成了现代都会的前身 然而那是环保 劳动权力 工作安全意识薄弱的时代 都市化的脚步势不可挡 工厂的恶劣环境 操场的工时 过度拥挤的环境 水跟空气的污染 都变成了当时非常醒目的现象 那个时候 伦敦被称之为叫做物都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绝对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描述 那是源自于严重的空气污染 甚至导致了许多居民不幸上升 这个时候 受到浪漫主义风潮 影响知识分子 艺术家 诗人 哲学家 他们因为目睹工业革命之后的乱象 而感觉到失落 所以人类的文明 反而变成了是负面的 从提供我们安生立命的庇护所 变成了无情压榨的血汗工厂 那在另外一端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荒野 原来令人排斥的孤极神秘跟混沌的特质 这个时候对照于这样的一种文明的丑陋 就变成了义文人士 变成文青们的青睐 受到启蒙的犀利之后 西方人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 与日俱正 也就驱散了交结在宗教之中的恐惧 在浪漫主义情节当中 产生了Primetivism 原始主义 这些Primetivist 他们认为 人类的快乐跟人类的福祉 随着个人的教化的程度而递减 也就是 人越贴近文明 越容易失去幸福感 早在中世纪的时候 在浪漫主义风潮刚刚登场之前 就有所谓Noble Savage的说法 当时 欧陆的民众 他们普遍相信 广阔的森林当中 有Wild Man 这种野人会出没 他们不穿衣服 但是粗厚的毛发 覆盖了全身 生活在远离人世的密林深处 虽然民俗传说当中的野人 代表着威胁 危险 但同时 他们强壮 勇猛 坚毅 这样的形象 被认为是跟 培育他们的荒野环境 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说 荒野如果能够培养出 这样的超人 那就代表着 文明人 前往野外 应该也能够得到好处 所以这是 非常重要的转折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 文明态度上的转折 逆转 人不会去靠近山 人不会发展出 欣赏登山过程美景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这样的一种习惯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台烟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 扬照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到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董卫言所写的 《登一座人文的山》 什么叫做登一座人文的山呢 那就是不只是去爬山 而了解爬山的意义 尤其是放在历史的脉络底下 在人文的脉络底下去了解 爬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在过去的历史 文化 文学 艺术当中 如何呈现 登山这件事 他这本书的人文关怀 涵盖了非常广大的范围 例如说他提到了美国 在美国东部有一条 享誉国际的阿帕拉奇山景 这是全球最长的纯舰型小金 多长呢 3524公里 一共穿越美国14个州 从最南端 这是Georgia 在乔治亚的史宾尔山 沿着阿帕拉奇山脉的棱线 以及河谷一直不断的延伸 北边到哪里呢 到缅因州 克塔丁山 这条叫做阿帕拉奇 Trail 简皮的称为AT的山镜 他的构想 首先是由区域计划师 叫做Makay 他所提出来的 并且是在1937年贯通 但比起一条 只能够徒步行走的小镜 难免会有人 好奇会有人要问 为什么不是沿着这个棱线 修筑景观公路 可以在这里兴建 饭店跟观光区 那不就可以让更多的民众 游山玩水 顺道还能够给各州 带来观光收益呢 事实上如果不是 当时的官方跟民间 都有热心的人士 竭力地抵制开发 现在就不会有这一条 在这里产生了许多电影小说 以及滋养户外文化的 国际级的山镜 从19世纪末的 文人的浪漫情怀 到20世纪多数人民心中 最软的一块 那就是荒野保护 能够从一个模糊的理念 化成白纸黑字的联邦法规 这除了需要有知知识的 前仆后继推动之外 另外一个先决条件是 新大陆的土地私有程度 远远不及欧洲 尤其是新大陆的西部 它还保留了面积相当可观的共有地 如果是换到欧洲 喜爱户外的民众要争取的 不见得是保护荒野 而是什么呢 更低调一点 更基本一点 要能够有穿越私有地的自由通行权 要不然你走一走 你就走不下去了 因为你就碰到别人的土地了 此外由于欧陆连续遭到 在20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的璀璨 就使得自身难保的人们 也就无暇顾及自然环境 不像除了1861年到1865年 曾经有过内战 美国并没有太多的战争 袭击跟侵扰 那20世纪之初 美国有一个值得认识的人 他活了38年 38年短暂的人生当中 他为荒野奉献了一切 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呢 叫做Robin Marshall 有时候是称之为Bob Marshall Bob Marshall的父亲曾经参与 纽约州山脉荒野保护的行动 那同样的精神传到了Bob的身上 他热爱大自然 跟热爱户外活动 早在24岁的时候 就登上了阿帕拉基山脉 46座海拔超过4000英尺的山峰 也有因为心里面向往 美国早期的拓荒者 所看到的原始的环境 所以他希望彻底阻止 任何形式的人为开发跟入侵 对他来说 访客应该要用 自给自足的方式 进入到荒野来抵立身心 才能够体认山脉荒野 他的价值 专精于林业的他 他的影响力就不止于触及到民间 在他服务的联邦政府体系里面 他是一位四处为荒野说情的倡导者 让国家森林系统当中的荒野区域 在他的认识于政府的期间 得到了显著的扩张 1939年 美国联邦领务署颁布了 U-Regulation 明确的限制道路聚落跟经济开发 另外 Bombartio的贡献 还有持续资助跟指导 在1935年所成立的 美国荒野协会 另外呢 还有Sierra Club 这是美国环境保护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民间团体 荒野保护法 在美国1964年通过之后 首批受到保护的指定荒野区域 就包括用Bomb Marshall所命名的 称之为叫做Bomb Marshall Bueners 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环保生育 在20世纪初起到20世纪中叶 荒野保护逐渐获得了 美国民间组织性的宣传跟保护 形成了一股跟经济民生 使用抗衡的力量 比如说道路啦 水力发电啦 还有受到很重大影响的是 伐木业 矿业等等 在赫切赫切水坝 受到了批准之后 1940年代 又再度有水坝建案 找上了恐龙国家纪念馆内的 回生谷公园 因而引发了一波极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呢 在1950年代达到了最高潮 这个时候的环保组织的数量跟力量 已经非常的大 所以Sierra Crabb跟荒野协会 联手出击 用Sarrow Mill 以及Marshall 这些先驱者 他们的荒野哲学作为基底 再加上Leopold 他的生态的观点 就发动了一连串的文学人的攻势 并且获得了多家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成功地把这一处的荒野保护议题 拉上了全国的层次 对于保存主义者来说 如果输掉了回生谷 也就代表着连国家公园的系统 都没有办法发挥保护的功能 那就不可能阻止 未来各地的荒野遭到无情的开发 这是从历史当中找出了 在历史当中 对于荒野的看法 必须要跟 人类如何使用 自然 人类如何开发自然 形成对抗 所以在书里面 也就提到了 在保护荒野方面 Leopold 它的重要的贡献 让我们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即使是提供 休息 娱乐的机会 也可能会带来 开发跟破坏 如果蓄水创造人工湖之后 在周边开发道路 度假村 跟观光码头 不就等同于增强了油气的功能 假设一个步行几天 可以到的美丽高山湖 我们直接新建一条公路上去 建立了观光游乐区 那带来的经济效益 岂不是更加的可观 这也就困扰着 急于要保护荒野的Leopold 所以呢 Leopold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们如此关切保存 美国的传统 却丝毫没有想要保存 产生美国传统的环境 以及让他们 可能继续存在的有效手段 也就是保存荒野 这不是有问题 这不是离停的吗 换言之 他是用这种方法 要说服社会 美国人之所以是美国人 跟鲜明所处的荒野环境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假如国家不能够为后代子孙 妥善地保存 那文化的传承 就将无以为继 另一方面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 文明的力量正大幅地侵蚀 所剩无几的荒野 所以关键不在于 争论应不应该保存 而是一旦消失了 就永远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 众生平等的生态观点 这是一波 崭新的思潮所带来的 20世纪初的植物学家 Liberty Hyde Bailey 他曾经说 所有的事物都是为人类享乐而造的这种想法 是人类过于巨大的自信 那另外 大家应该知道的是 史怀哲 史怀哲的表示 迄今所有伦理学的巨大妙物就在于 他们相信 他们只需要处理人际关系 推本溯源 只有当生命对一个人是神圣的 不分植物 动物 和他的人类同胞 而且他也自律帮助 所有需要帮助的生命的时候 这样才叫做复合伦理 这都在在地显示 人类不应该是犹太教 或者是基督教信仰当中的 万物中心万物主宰 我们只是这个地球上 这个生态当中 云云众生 许许多多生物当中的一名成员 你应该要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 刘帕称呼这样的伦理学 叫做 Ecological Conscience 生态良知 Land Ethics 土地伦理 那刘帕 他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那就是杀菌年纪 他的杀菌年纪的内容 跟他在其中所提出来的这种描述 这种呼吁 不断地回想在后世的 环境保护运动跟著作当中 人要懂得珍惜荒野 进而去接近荒野 进而去欣赏 去了解 在荒野当中特别突出的山脉 山林 在山林当中 人应该用什么样方式去感知自然 这有着漫长的历史 这个历史是自然跟人文交界之处 那关于这段历史 相当详细的这些变化 就记录在董威延所写的这本书 登一座人文的山林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台北的好声音 尽在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